可是像林維州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你講起人說 今天在高雄的失敗 就是國民黨明日再起的養分 是積憤做堆肥再起來 然後林維州 你現在才要告別韓流 六月六號高雄九十四萬人 已經告訴你了 你那時候還不告別 你還要等到這一次 證明真的韓國瑜沒有用 事實上講那十六趴 如果真的亂講的 因為就算是那個葉原志也講 他們當初掉是二十趴 甚至那個華偉和獎是二十五趴 所以不管韓國瑜帶來 就算韓國瑜帶了九萬票來 九萬 你當年是八十九萬 你現在九萬了 你還有什麼 你剩不到十分之一 你還有什麼好講的 那重點就是說 好 你現在韓國瑜沒有用了 我只講個鵝蛋就增加九萬 對 韓國瑜一定講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氣鵝蛋 鵝蛋那個還害死人 又傳播錯誤的姿勢 因為鵝蛋為什麼要吃 因為鵝蛋是有寒心的 所以那是要給男生吃的 你叫女生吃 吃了有什麼用 吃了還會長一個鵝蛋臉 所以醫生還有特別交代 你去電視要跟人家說 吃一個 等於出現就太高了 那再者罷免九十四萬票 跟蔡英文在罷免高雄 蔡英文總統在選總統的時候 高雄人給他一百零九萬票 韓國瑜退守到六十一萬 一百零九萬 跟後來六月六號罷免的九十四萬 中間只差十五萬票 那你說第二次是罷免 已經罷九十四萬的民意 告訴你們的 結果從頭報到尾 然後韓國瑜出馬 還沒有辦法激發藍營的 投票的意願 你說看民調 最後一次民調 李柏義也看到了 他自己在電視上講 在網路節目上講 他說韓國瑜出來 或許有拉抬 但是這個拉抬是相當有限的 完全沒有擴張性 那未來黨主席選舉 侯友宜 黨性不夠 他來可能會變炮灰 所以他選黨主席 我認為是 機率是非常小的 他何必耗損呢 對不對 馬英九 我認為可能性也不高 就是朱立倫對上 這個江啟臣的未必 我覺得以他現在這個狀況 可能要再出來 都不一定 未來好戲就看 韓國瑜會不會出來 我原本想說 他滿腦子想 還是總統 大位 看不上所謂的直轄市長 不然的話 他選台北市首都市市長 是有可能 因為連丁守中 當時候拿三千票 在有柯文哲的情況之下 沒有柯文哲的情況 又是另外一部分 但是以韓國瑜知道自己 整個出來 連基本盤都拉不起來 連韓粉都沒有動員出來 你韓粉動員出來 怎麼連基本盤都沒有 如果按照這個 柯友智這種講法 柯友智沒有跑過政治 那邊鬧笑話 對不對 韓神 知道他這麼有神 十分鐘就出來九萬票 哪有人這樣算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